阿富汗人攀飞机逃亡被摔死被起落架夹住尸体空中甩动 想起蔡康永他家太平伦沉默灾难 8月17,2021,阿富汗神学士塔利班消灭清美政权 许多人去喀布尔机场逃难 一架CE7美军运输机起飞后在起落架发现尸体 且起飞后就至少摔死3人 开台北城给日本的姑显荣说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 当年太平伦也是超载千人与许多货物 与建源轮相撞后沉煤 太平伦能查证932人死 而建源轮则有72人罹难 战乱时期生命的脆弱就是如此 难怪孤险荣耀引日军入台北啊 而太平伦的大股东之一就是蔡天夺 蔡天夺他的宝贝子蔡康永在两岸赫赫有名 蔡康永除了痛骂马英九福冒黑箱 戴魔界外 又在中国大陆出书上节目捞钱发大财 就不晓得蔡天夺有没有好好赔偿死男者家属了 我6年半前写过一篇从太平伦与1949移民史 看1949犯罪史 现在类似的悲剧又在同样是美军介入的灭亡国家中重演 特此为己 Blackjack 2021年8月17日阿富汗人攀上飞机逃难才升空就坠落 毕命2021年8月16日19点30分联合报 编译李金伦及时报道 神学士夺下阿富汗后 数以千计阿富汗民众今天涌入首都喀布尔机场停机坪 盼能登机逃出阿富汗 阿富汗SVK新闻社与BN One News报道 至少有三人攀上飞机升空后 从飞机上坠落毕命 SVK新闻社与BN One News报道